今天主要是關於決算的部分 因為政黨法要求 我們這邊要通過 那第二個部分是關於黨章的修改 那這邊主要部分是地方黨部的發展跟經營 我們會讓它比較制度化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有15個黨部 含這個辦公室 所以在未來我們在議員選舉 我們一定是全力以赴 在各個重要選區 尤其我們政黨票超越議員當選門檻的選區 絕對不會缺席 所以目前在屏東 在嘉義 我想都有新的黨部的開設 那這代表說我們未來 尤其培植年輕人 讓年輕人在地方政治有發展機會 我們從現在的15席增加到下一次 我期待是能成為倍增 能到三四十席 柯市長如果說 之後如果支持黃三三副市長出來選台北市長的話 時代力量會支持嗎 我想台北市這一局 我們應該會有我們自己的人選跟想法 那可是我們不排斥跟民眾黨來談 或是民進黨來談 我想台北市這個選區 其實對時代力量而言 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基礎 年輕 然後高學歷都市化 我想這跟我們選民基礎是非常接近的 我們帶政黨票也是開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想在未來我們會努力提出我們自己的人選 但是不排斥在這過程裡面也跟其他政黨 其實可以大家坐下來談 各個政黨 尤其是非國民黨外的陣營 我想時代力量立場是絕對可以談 像這一次在高雄 其實我們就很清楚的表態補選我們會參與 那我們對陳其邁也是正向支持 有條件的支持 那至於未來台北市 我相信時代力量如果有優秀的人選 我們會強勵去說服其他政黨對我們支持 單一其次的選舉 尤其首長選舉 其實是需要各黨來合作的 我想我們的立場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這邊要提說 時代力量是一個有制度的政黨 雖然有外面的力量想要影響我們的自主性跟獨立性 可是我相信今天也是一個好的機會 全黨來面對這樣一個外在衝擊 那之前三百份其實我們處理也予以警示 結果後來變本加厲 在網路上灌更多人進來 所以我們才予以暫停 那我相信全黨的態度是一致的 對於這些外面的衝擊 其實我們是有準備 我們也可以處理得好 進來這兩天 關於這個國民黨籍的黃建廷這個案子 被提名 那之後你們有考慮說在立法院要怎麼處理嗎 我想黨團的態度非常清楚 我想我們總召邱顯智委員 已經公開表達反對的這個態度了 那就像我們時代力量長期來立場 我們認為考間其實應該廢除 那從這次提名的過程裡面 引發這麼多爭議 顯然他對於憲政體制 竟然沒有幫助整次官簽 結果提一次這樣的人選 連民進黨內部都反彈成這個樣子 那我想人選有問題之外 這個制度 這個機構是不是還要存續下去 是不是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有幫助 我想各黨派 除了在提名同意權的行使之外 其實要好好考量一下 是不是進一步的限改是需要的 那你覺得太總統這樣題有助於朝野和解嗎 我想大部分認為 政治計算的部分比較多吧 那政治和解的部分其實看不出來 那黃建廷他之前的爭議 其實對於所謂朝野之間的政治和諧跟和解 一點幫助也沒有 反而引出更多的這樣的懷疑跟彩測 那就像我前面講的 對於整個監察院未來的發展 其實也是不好的 那就目前雖然往人權委員會這個方向發展 可是提名這樣的人 大家是不能接受的 到這裏了 我們在大部分的風景中 有些城市的歷史 那怎麼會有很多人 有些人他們會有很多的 如果以為您的信息 就是這裏了 這裏了 這裏的有些人說 感谢观看